全台疫情延燒的關係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卷 因為全台疫情延燒的關係 進入三級警戒狀態 到現在已經超過一個月的時間了 在這段時間相信很多人都是在家上班 週末假日也沒有出力 可是如果你是比較辛苦一點 你還必須要通行上班的人 是不是因為害怕染疫的關係 不太敢搭大眾運輸系統 沒關係 今天在這邊為大家來推薦幾款 便宜好路手開起來又安全的通勤用車選擇 那你說通勤用車該怎麼選擇 其實跟現在這個時間點 剛好蠻符合的 現在剛好來到6月7月出事的時候 剛好是大學畢業了 他們進入要到職場的新鮮人 他們如果想要買車的話 可能會挑一台比較便宜好入手 而且相對來說又好開省油的車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價格設定在70萬元裡面 也就是台灣目前汽車市場上最低的入手 我們看六字頭以下的這些車款 那因為我個人比較偏好注重安全 所以呢 A-DAS系統也是我個人評估的一項標準 那第一款是誰咧 哇 它就是目前台灣市場上最便宜就能買到 A-DAS系統主動式直直煞車輔助系統的 Tia Picando 哇這台車不會很爽喔 因為以前我們家曾經買過一台 Money Money也就是Picando的前身 不過那時候就國產了 後來改名叫做Picando之後 變成韓國原裝進口 它價格大概在哪年 54.9萬到64.9萬 那最便宜的這一台呢 搭配舊換性補助 你只要49.9萬就可以買到 不用50萬喔 可是它全部都標配了 七顆氣檔 跟AEB的主動式緊急煞車輔助系統 那如果你預算多一點 選到64.9萬這個等級 也就是最頂規的GT-Line 它可是還配備了 市中式的車道維持輔助系統 而且還是全處理的辦法 等於是你只要起步之後它啟動 你稍微把手放輕鬆一點 輕輕扶的方法 它就會找到車道的標線來行駛 而且在小改款之後 它也把引擎的排氣量下修 以前雖然它號稱是1.2升 不過它的排氣量 超過了1200cc到125cc 這麼多 所以它的稅金上面是跳到了 1.2到1.8這個級距裡面 相當來說 稅規定它提升滿小的 可是在小改款之後 它把引擎排氣量下修到197cc 也就是在1.2升裡面 它的排照稅的燃料費 各調4320元 一整年加下來的規費不用9000塊 所以養起來也相當的划算 也是目前70萬以內裡面 稅金最便宜的引擎 你說又54.9萬到64.9萬 又是韓國進口的 再加上它有AEP跟西科氣囊 這真的是我們通勤面 又便宜又划算又安全的好選擇喔 你說小卷 我不喜歡像Bitento這類的小型先輩車 我想要買休旅 因為現在休旅市場夯嘛 大家都喜歡有一台休旅車 有沒有70萬元以內的選擇呢 沒問題喔 還是有的啦 像是Mahindra的QV100 Honda HRV裡面的VTIS車型 跟現代Venu的GLV兩款車型 夯不讓他還是有四款的車可以選喔 不過我們回到一開始我們挑車的標準 我們要AEP系統的話 有沒有咧 它就是現代Venu的GLV車型 建議售價是69.9萬元 它除了說有AEP主動式的緊急煞車組織 它還有行人偵測功能 跟車道偏離緊急 跟車道偏移的修正 其實它的AIDA的系統蠻豐富的喔 除了沒有ATC之外 其它的該有的它都有的 那它的動力系統呢 是用上1.6升的自然氣氫 以及配上CVT 斷式的變化 平均油耗有每公升有超過16公里 有多喔 然後呢它的一年的稅金 排照稅加燃料費額 4800元加上7120元 相對來說其實也是蠻划算的 蠻好入手跟蠻好養的一款車 在你如果是偏好休旅車 又想要有安全ADAS 還有經濟實惠行入手的話 它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聽到這邊你可能會說 小雪你介紹的都是韓國車 我對韓國品牌可能沒有那麼喜歡 有沒有別的選擇 欸還是有的啦 像是SUZUKI的一個女優 不過它的建議售價來到了68萬 它除了說有AEV的主動式機器 煞車輔助跟車道偏離警示之外 它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整合了12輔輕油電系統的1.2升 它最厲害的地方是它的平均油耗來到 公升22.1公里這麼多 哇它是目前的70萬級距裡面 平均油耗表現最好的一款 而且它的稅金跟比善都一樣 都只要4320元加4320元 一年不到9000塊 你要好養要省油 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欸不過咧 第一個你其實不在我們 一開始要推薦的三款車名 算是我們給你bonus的選擇 如果你不需要韓國車 至少要一款68萬 有安全的日本車選擇 那最後一款車是誰咧 如果你跟我一樣 每天必須要從桃園到台北 通勤上班 以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為主要的 用路環境的話 你就會覺得 ACC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 為什麼覺得它可以主動的保持 你能前車之間的距離 帶你稍微累一點 可是注意力沒這麼集中 就可以救你 安全配備 那70萬元 也沒有標配ACC的車 欸有喔 它就是我們耳熟那項的 神車 Corolla Artists 欸你可能會說小卷 你有沒有搞醜 Artists 呢 剛剛有可能 欸不要懷疑 Artists 哪種罪入 那69萬8的經典型開型 就把漆器拿跟 TSS 主動駕駛安全輔助系統 列為標準類類 它裡面包含有 ACC的主動車具維持 巡航系統 PCS前方預警系統 這裡面含有 AEB的主動式緊急煞車輔助 雖然說它的ACC不是全速率的版本 但是在高速公路上使用的時候咧 也是有接近這種LevelView的動手 當你在PLAY卡比較不容易專心的時候 它是可以蠻好幫助你 有些行車安全的一個輔助角色 而且價錢高了 69萬8 可是目前市場上唯一喔 70萬元以內 就能買到標配ACC的車款 而且咧 頭腦保留點多 好開 好養 省油 B.8的水晶也省 如果咧 你是一個比較需要大空間通勤的人 來說呢 Artist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聽到這邊可能很多朋友說 就是不想要跟人家穿制服車 雖然說這台車 省油好開 好養 保留點多 而且安全配備也完整 但是你想要跟人家不一樣咧 沒關係 還有一個 只是你要把預算 再稍微上面加一點 加到70萬元 你就有一個Suzuki的Suzuki可以選 改款之後呢 Suzuki除了加入了 像是ACC主動車區維持巡航系統 車道偏離緊實 車道維持輔助 還有AED主動式緊急煞車輔助 這些A-DAS系統之外 它跟Ignis一樣 換裝了這個1.5升 還有還有還有輕油電系統 哇這顆的引擎可厲害了 它的平均油耗可以來到22.3 每公升22.3公里 這麼多 這對於通行組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水平省庫 油耗省庫 而且入手價格也省 還有完整的主動式安全輔助系統 也是一個不錯的好選擇 不過它的價錢已經跨過了7這個門開了 所以一開始並沒有在我們推薦名單裡面 如果上面三款你都不喜歡 還有一個選擇可以考慮 好了以上就是小卷我 這次為大家做一個70萬元以內的這個 小資族畢後通勤用車的分析跟推薦 如果你有想要我們介紹一下其他價格帶的車款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好了我們下次見 我是小卷 掰掰 我是阿元 我是小卷 我是Michael 我們是 黃金試車組 每週三中午12點半 鎖定黃金試車組YouTube頻道 我們有最活潑有趣的試車影片 我們有最深入潛出的分析報導 還有最即時豐富的車類興趣 我們等你來玩喔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